近日,美军五大打击群,已经在波斯湾部署完毕。 首先是林肯号和航母战斗群,将执行主要空中打击任务。 第二个是,击萨奇山号两栖攻击舰打击群。 第三个是,拳击首号两栖攻击舰打击群。 第四个是,黄蜂号两栖攻击舰打击群正在印度洋。 第五个是,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就在马六甲。 这样,美军形成了一个三线部署的阵势。 在第一线是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和击萨奇山号两栖攻击舰打击群。 可以执行有限打击任务。 比如攻击伊朗最大的海军军港。 如果需要扩大战斗范围, 那么第二线的拳击首号两栖攻击舰打击群, 将配合击萨奇山号两栖攻击舰打击群。 投放4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 夺取霍尔木兹海峡关键岛屿。 在阿联酋和沙特的美军F-22和F-35隐身战机, 将会投入战斗。 夺取制空拳。 打击伊朗防空系统。 如果遭到伊朗导弹饱和打击, 那么, 在第三线的美军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和黄蜂号两栖攻击舰打击群将投入战斗。 黄蜂号两栖攻击舰搭载有F-35隐身战机。 那么, 这两个海上航空平台将会对伊朗内陆导弹阵地进行机动的实时打击。 现在, 借口已经有了。 美国公布了一次伊朗快艇爆破日本邮轮的画面。 什么时候动手? 就等待特朗普一声六下了。 一旦动手, 伊朗防空系统部分导弹基地、 海军基地、 以及通讯指控中心一定首先遭到打击。 从伊朗现在的实力来看, 承受一定的损失, 也是无法避免的。 而且一旦动手, 这次战役将会是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投入隐身战机的战争。 隐身战机第一次大规模投入到实战当中。 全资讯化。 网络中心战。 多兵种协同交诈系统这些美军最新技术, 也将第一次大规模投入到实战当中。 伊朗60-70年代技术为主的防空体系, 和战机。 面对这样超过两个时代的武器打击, 则很难有相等的反击能力。 唯一的看点就是伊朗导弹部队。 水雷部队的发挥, 能不能通过水雷, 遏制美军军舰活动, 再以导弹进行突击。